穿著藍色雨衣的婦人 手上捧著搜救人員 地上的熱騰騰食物 可是心裡卻是心急如焚 到達以後先給患者 吃零糧食 補充體力 一群人繼續起身前行 要尋找婦人的丈夫 但因為農務和峭壁 根本看不見前方道路 一次又一次 無功而返 他老公昨天晚上7點 就已經順著河長下去 所以目前這個時間 應該出去了 可是到現在還沒出去 原來這對夫妻在18日 一起來到埔里關刀山践行 下山時卻迷路 兩人待了一夜 還是遲遲找不到下山的路 妻子右手還脫救了 於是丈夫打給119求救 等待救援的過程中 疑似看到不遠處有亮光 丈夫把妻子留在原地 自己先下山探路 尋求支援 但怎麼知道 本來要救妻子的丈夫 反而自己卻失蹤了 應該是在守關山下方 這個溪谷這個附近來失蹤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列為我們的搜尋的一個重點 搜救人員靠著手機定位 已經先找到婦人 不過婦人丈夫的手機 早就已經沒電 妻子獲救自己卻還迷失山中 搜救人員只能持續沿著山路搜索 希望能找到他 讓兩人快快團圓 記者洪潔明南投報導 請不下搜尋